欧斯大在北京隆重召开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振奉人心 催人奋进 香港最大的靠商是祖国 最大的优势是一国两制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香港同胞要更加主动 融入国家发展大集 长相新周围 共享新力量 我今天非常振奋和认真的 听了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增强了对国家未来发展的信心 也增强了对香港明天会更好的信心 习近平总书记的报告 让我们深深感到 澳门回归后所取得的成绩 离不开祖国的关心支持 更要感恩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我们对祖国实现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充满信心 也坚定的信心 协助祖国发展的大势 澳门经济多元的发展 还有基民的生活 明天一定会更好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表达了 对澳门青年的殷切厚望 重视青年的成长成才 在第二个百年的新征程上 澳门青年一定要树立 远大报国的理想 做坚定的爱国爱澳接班人 为国家的强大 为民族的复兴 贡献我们的力量